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ισ 中连接材料 观看 打磨才算平滑 但是我仍然正在上《重教7》 至于《文歌 8》钢神结他 但未試不給大家看之前 我會將兩個結他上漆 填充氣孔、拋弓打鈉 以至於安裝配件的過程 都和大家比較一下 讓大家知道這個鋼弦結他 最後的製作步驟 究竟和古典結他有什麼明顯的分別 千萬不要走開 其實在上一集之後 我已經用了比120號更幼的 由頭到尾散過兩個結他無數片 所以現在我就用一些很上等的重膠漆 來為兩個結他上漆 那上漆的第一步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封邊 那是什麼概念呢? 你看到側板是玫瑰木 而面板就是雲纏 如果你一開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整個結他上漆 有可能重膠漆的酒精 會融掉玫瑰木上面的色素 而將這些色素帶上去雲纏上面 白酥酥的雲纏面板 一被你弄髒了 就沒得夠了 但是我現在用封邊的方法 就只是將重膠漆落在有顏色的木部分 而這個過程只要進行三四次 有顏色的木就會被重膠漆 就沒有機會再掉進去雲纏 不單止邊角 連在背板上的花邊 還有側邊 都要做一個封邊的工作 因為如果你不封死它 花邊上面白色的木條 一樣會給玫瑰木的色素沾污 像我現在這樣 將所有有甲木的花邊 都用重膠漆封住它 封了一兩次之後 你發現掉色就越來越少了 封看著我做了一次 就學會了這個方法 於是他就拿了鄧校長的結他來練習一下 但是鄧校長的結他 側板是桃花心木 沒有玫瑰木那麼深色會不會掉色呢? 答案是一樣會掉色的 不過沒有掉得那麼多 所以勸告各位 只要你的結他有淺色的木 就一定要做封邊這個步驟 只要封邊的步驟做得好 深色的部分就不會再掉色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盡情為結他 其他部分上重膠漆 譬如現在我們上面板 一定不要用剛才已經髒了的布 要開一塊新的布 而且因為這一層是第一層漆 我們希望充分地滲入木材裡面 所以施工的時候 盡量速度慢一點 順著紋理去塗勻整個結他的表面 至於要處理用了玫瑰木的古典結他 就要更打醒十二分精神了 因為一個不小心 就會弄髒塊雲纏的了 但是做背側板的時候就簡單很多了 因為背側板都是玫瑰木 所以用剛才染了色的布去掃重膠都沒有問題 只要你不要用這些髒布去掃面板就可以了 至於琴柄是桃花心木 相對起玫瑰木都是比較淺色 所以都應該用乾淨的布來做 如是者用相同的方法 早晚那一次為兩個結他都上了六層的重膠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填補一些氣孔 填補氣孔可以用很多東西 譬如上一次我用過火山灰 而今次我就用了一種透明的填充劑 我將這些填充劑慢慢地掃進氣孔裏面 注意在過程中 我們只希望這些填充劑塞進氣孔裏面 而絕對不希望形成了一層薄膜 因為這樣乾了之後就要打磨得很辛苦的了 一般來說 只會側板和背板氣孔比較多 面板就不需要去做填充的了 只要填充劑掃得夠薄 在兩三個小時 填充劑乾了之後 我們只需要用有三個字輕輕打磨 就會得到一個很平滑的表面 得到平滑表面意味著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進行第二輪的上漆 第二輪的上漆我們有個目的 目的就是要疊厚的重膠漆 所以我們要採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用白布包著威士 不再順紋上漆 而採用打圈式的上漆方法 由於面球這麼大 索的漆都比較多 這樣打圈法 確實可以很快疊厚的漆膜 用這樣的方法 由早午晚割一次 做兩天 應該就有很厚的漆膜 由於我們已經做了填充劑 所以表面就會越來越滑 去到真的滑到面球會絕著的時候 我們就要滴幾滴橄欖油下去 然後才打圈上漆 這樣上漆過程就會順滑很多 整個上漆的過程會有很多空檔時間 你要等它乾的 在這個時間 就最好做些濕碎的東西 例如在35792格轉個洞 陷入品絲記號 很明顯 淺色的指板邊 我就會採用黑色的品絲記號 相反 深色的指板邊 我就會用白色的品絲記號 只要完成了這兩個結他 我就總共做了三個結他 應該就夠資格 叫自己做製琴師 所以我就在這兩個結他後面 都用激光挑剋 著名製琴的日期 加上自己的簽名 哇 當堂格調都升了幾級 同時 如果這個松架七 都疊到夠厚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進行Leveling的工作 所謂Leveling 就是用木頭 用水磨砂紙包著它 用水磨的方法 將表面磨到平滑如鏡 在這裏我當初用600號沙子 然後就轉用1000 3000 5000 7000 直至結他表面 真的做到滑不留手為止 接著我就會做最後一層面漆 這層面漆 我是用好稀式的松架漆 只是為了把面的磨砂表面 拖滑 來到這裏 上漆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半個月 我們可以真真正正上納水 來進行拋光的工作 拋到立立令 如果大家都覺得不夠光滑 我都沒有說話好說 所以製作一個結他 有總共三百幾個工序 一點都沒有吹水 因為來到結他完成之前 還有很多小步驟 例如安裝這個船樓 還有就是撕去琴橋和紙板上的膠紙 接著安裝琴橋 安裝好琴橋之後 六個弦線孔都要轉孔 然後還要抗孔 才可以插入弦釘 至於紙板上的品絲 還要多打磨、拋光等等 然後才可以為結他莊嚴措施提升 在內六個物件上 就是還用來烤箱 等到這個 크 twist 先把麵線靜,再用來烤箱 加上鋪做附近 不再煮像這個精靜 你會看到要麵線在這裡 再用來烤箱 这些吉他还有一些配件还没安装 大致上我用了一个半月时间 已经把两个吉他差不多完成了 大家又见证了两个吉他的诞生 但这些吉他装好所有配件 是否真的可以用来演奏呢 我觉得仍然有点欠缺 例如现在我觉得手感不太好 因为上弦枕和下弦枕都比较高 所以我按得比较辛苦 由于这个调节杆 既然装了下去 我们都要调调一下 令到琴臂咬后一点 令到12格的弦距再近一点 这样就没好弹 所以在下一集我们会做什么呢 下一集我会将两个吉他的设计过程 都示范给大家看 而设计完之后 我还要邀请这两个吉他主人过来 此外我还会邀请一位朋友 是个吉他高手 来亲自为我试验这两个吉他 所以如果你想看到这些内容的话 记得留意卡洛斯的影片 今天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订阅 记得一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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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